Hello,我是Erica,是第五期的学员,受马卡拉萨的邀请,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课程中的收获。 我觉得在这个课程中,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做圆满,因为以前可能在做事情的时候,内心总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声音, 虽然我可以察觉到它,但是其实我并不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,而这个课程就有跟我们说清楚这个负面的声音出现的原因, 并且也有告诉我们消除这个声音的方法,也会带领我们去消除这样子的声音,帮自己做到圆满。 所以这个课程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在这里,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圆满的话,那么他的整个状态都会是富足的丰盛的, 所以我还蛮开心我可以参加到这个课程的。 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,我觉得这个课程真的是一个可以给人能力,给人力量的一个课程, 我觉得真正的教育就是会,就应该是给人能力,给人能量的,而不是让你学完以后更加的害怕,更加的不知所措的。 我觉得大师的这个课是真正的能够给你能量的这么一个课,因为它的这个体系是我所了解到的最全面的一个知识体系。 你上这个课以后你会对于很多我们旧有的一些知识,比如说对时间的认识,对于空间的认识,对于自己身体内部的认识,对于自己的存在的原因的认识,都会发生很大的转变。 我就不跟大家剧透这些内容了,因为师傅说了真正重要的是seeking the truth,就是寻找这个真相。 答案不是最重要的,这个寻找的过程中的体会,经历是最重要的。 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对探索宇宙啊,探索自我,或者是对于现在已有的这样的知识体系不是百分百满意的话,我觉得你在这个课上都可以吸收到一些新的知识。 还有一点就是,其实我在上这个课之前,我是一个无神论者。 尽管家里有一些家长他们是有宗教背景的,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者。 所以我想要推荐这个课程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包容,而且它也没有门槛,对于任何人都开放。 所以如果你,不管你信神还是不信神,其实你都可以来这课,而且你都可以吸收到养分。 就我个人来说,我上课上到今天,让我对于有没有神,有没有神的存在这个话题,这个认识,其实已经松动了,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了。 甚至是刚刚在做帕达铺展对于这个上师的供奉的时候,我当时真的就是想抱在他的腿边,不想离开。 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,而且这个课程会让你做很多很多的挑战和突破。 比如说饮食方面的挑战,以及工作时间,休息时间,你的作息时间方面的挑战,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课程。 又学到知识,又调理身体,又改调换习惯,然后又开通你的第三眼,没有门槛。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良心,非常棒的一个课程。 而且在这个课程里你可以吸收到大师上师对你的爱,对你的大爱,整天给你发能量, 然后整天被你召唤,整天被你祈祷,给你一些保护,真的就是, 然后包括整个志愿者团队也是非常的有爱。 和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,想要帮上师做一些事情。 你真的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虔诚,然后非常的有爱的,整个氛围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轻松和可以信赖,充满爱的这种感觉。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课程。